南投县新义乡又有许多优美的风景 不但空气非常新鲜 也有许多原乡特色的部落 让游客前来游玩 而这次南投县政府 对于推动观光一直不遗余力的在发展 每年都会在南投县三大温泉区内 举办温泉祭活动 这次东浦温泉也不例外 这次所办理的玉山念东补琴 美人抛汤墙墙棍晚会活动 在东浦国小圣大举行 现场人山人海 而活动在原住民的祈福仪式下热烈展开 现场林明珍 先议员史清水等多位官员 揭开序幕下 活动正是进入最精彩的一段 东浦琴 美人套拳 抢抢 抢抢 南投县来观光泡泡温泉 相信一定会让你们满意 今天是我们东浦温泉机的开楼 今天来了好多的观光客要到东浦来泡温泉 东浦温泉已经将近三十四年以上的历史 这边温泉的品质相当好 是碳酸清钠的 我们非常欢迎 现在冬天最适合泡温泉的拒绝 欢迎我们全国的好朋友 你们要泡温泉 就利用这个时段到我们东浦 我们南投县还有好几个地方 像北港还有浦里都有温泉 欢迎各位利用休假或是来旅游 欢迎到我们南投县到东浦来泡温泉 一定让你觉得非常舒服 同时让你皮肤会更漂亮 能够在这边多休闲 多休息几天 相信你到南投来里 有一定让你非常的高兴满意 县长林明璋也提出 对于观光非常的重视 而东浦不仅有很高的知名度 温泉品质也非常好 未来对于东浦的建设会更加的完善 希望未来可以让游客来到东浦时 有在家里的感觉 我是非常重视观光 那么东浦这个地方 可以说已经全国知名度相当的高 我会继续加强把东浦建设的更完美更好 让观光客来这边感觉到更理想 環境更优美 而活动中有许多精彩的表演 除了原住民祈福以外 也有在地的学生组成舞团 来热舞 给所有游客观赏 甚至还邀请台下的民众一同飙舞 让前来游玩的游客感受到原住民朋友的热情 一二踢脚 一二 对 这是我们最基本的传统舞步 五六七八 三二三四 开开 好 开开开 还不是不难 开开开开 一起来吧 一起动起来 花结果在哪边 转圈圈 开开开 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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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听起来 好 好 好 先议员史清水表示 一年一度的温泉季即将开跑 而东埔这边已经准备好了 从饭店 旅舍以及温泉 都会让游客有在家的感觉 先议员史清水也强调 除了来东埔以外 沿途也有许多优美的景色 以及好吃的美食 尤其葡萄的品质更是一级棒 来到信义乡来 除了泡温泉以外 也可以来到原乡部落走一走 希望可以让游客更了解原住民文化 今年呢 我们一年一度的这个 东埔温泉季 今天开始了 非常感谢我们很多的朋友 来到东埔这边 我想东埔这边 已经应该都准备好了 各饭店 各旅社呢 一定会端出很好的一个服务啊 那我想到东埔来这边 洗温泉呢 真的是一个好地方啊 那我们 除了泡温泉以外呢 可以到 我们的 原乡部落 去看一看 让这 让你们了解我们地方的文化 那我们沿途呢 可以从那个 我们信义农会 来看一看 我们农会所推展的 我们地方民产特色 再过来啊 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风球葡萄呢 现在盛产着 我们的 新义香的葡萄 非常的甜 好吃 再过来 沿途上来 我们可以看到日月桥 这个日月桥呢 可以仰望着这个玉山呢 可以在那边拍照 那我想 今天的游客呢 特別多呢 而且活动办得很好 希望大家能够告诉大家呢 这个地方是非常好的一个温泉啊 在这里泡温泉啊 你一定会受到 这个受益很多 在健康方面一定更健康啊 史清水议员也指出 未来县政府 对于新义香的建设 也会越来越完善 希望游客 多多前来新义香游玩 尤其新义香的空气 一定是最新鲜的 所种植的农产品也是最优的 更有独有的特色 请大家多多宣传 我们这个东浦温泉机呢 除了在东浦可以泡温泉以外呢 我们这次新政府呢 在罗纳做了一个录影区啊 这个罗纳呢 是我们全国原住民居肉最多的地方 我们可以到那个地方录影 然后可以享受那边的好山好水 而且最好的空气呢 都可以在那边可以找到 也可以在那边可以爬山 看看那边的农产品啦 我想也可以借这个机会呢 到这边走一走 还有我们在东浦这边呢 有这个彩虹步步 腹子断崖 这些景观呢 我们都可以往那边走一走 请大家告诉大家 这次来参加温泉季的游客 对于活动都表示非常的肯定 不但可以融入原住民文化 也非常的热情 而这边的温泉也非常的棒 甚至比出国还要好 而新义乡也有许多的步道 不但可以爬山也可以泡汤 独有的文化也非常的丰富 未来会经常来 我觉得这个来参加这个温泉季啊 因为台湾人本身就很爱泡温泉 那这个在地方呢 举办这样子的活动 让我们觉得很开心 而且能够融入当地这个原住民的文化 所以刚刚让我觉得很兴奋 然后跳舞的时候 上去一起去跳 就感觉得到 好像跟大家在一起那种团结的感觉 然后来到这么棒的地方 又觉得很放松 有那么多精彩的节目 对啊 很棒 当然啊这个 有时候甚至比出国要划算很多 然后又自己在地 这个故乡的那种情怀 觉得很不错 而且我自己 我自己 妻子也是原住民 对 所以对这样子的活动 会感觉 特别特别的喜欢 然后有 有这种亲切感 不错啊 也在泡汤 可以在一起 步道可以走一走 有美食可以 可以这个品尝这样子 因为我们这很喜欢泡汤啦 也很喜欢爬山往郊外走 所以经常来这边这样子 这个很不错 不管文化啦 或各方面 这个自然啦 都很丰富这样子 会 我们都经常来 而远从高雄来参加的民众指出 活动内容非常丰富 有浴衣可以穿 也有拿活巴彩接 非常兴起有趣 这次带全家一起前来游玩 除了泡汤以外 也能欣赏人文特色 更重要的是 看见自己小时候的偶像 非常的兴奋 而去年就有来参加过 因为感觉非常的好 因此 今年又特地前来参加 来这里感受到原住民的热情 而且 跟都市差的非常多 许多风景 都必须来这里才能看见 我从高雄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呢 因为有这个浴衣 还有拿活把彩接的活动 我觉得非常的好玩 而且兴起有趣 所以在他们来一起参加这个活动 来参加这个活动呢 除了可以泡汤 还可以欣赏这边的人文特色 然后很压抑还看到自己的 那个小时候的偶像 他真的是非常漂亮 唱歌还是一样的好听 这个活动非常适合全家 大小来一起参加 也欢迎全国大家 各位好朋友 大家都能够来这边参加这个活动 因为去年我有参加 那个东浦的温泉祭 所以去年因为觉得感觉很好 所以今年特地又回来这里 然后来这边泡汤 然后做彩接的一个活动 我觉得今年的活动 真的是办得比去年还要好 就是觉得原住民对就是 外面来的游客就是很热情 然后就是很有那种人情味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这里跟都市的感觉 就是差很多 就是有山有水就是很漂亮 活动中特别的是 这次也有网路红人前来体验民俗风情 来自美国的外国朋友表示 在这个活动中非常的棒 最喜欢的就是台湾的文化 这次来到台湾也亲眼见证特别的文化 明年肯定会再来 而自己也会邀请外国的朋友前来游玩 因为来这里才可以体验在地风味 前来表演的妹妹 希望明年可以有更多的外国朋友来参加 并体验在地原住民文化及美食 大家好 我是小贝 我是来自美国 我现在在东普 南投的东普 在这个活动 这个 这个真的很棒 我最喜欢就是台湾的文化 然后我感觉好像 你有来到这边 真的可以感觉到 我看到最好最棒的台湾文化 这个真的很热闹很勇气的一个地方 我明年肯定肯定肯定要再来这边 这个 这个就是今天东地的一个活动 那我个人 我肯定会邀请我所有的外国朋友来到这边 因为我觉得这个真的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活动 然后就是他们可以来到台湾 然后真的看到 你们所有真的很棒的文化 肯定邀请所有的外国人来到这边 体验这个 去年又来一次 今年又来一次 我觉得这个活动很好玩 然后可以看到明星 我觉得很不错 希望大家以后可以踊跃参加 我希望明年可以跟外国人过来参加 参加这个活动来体验原住民的文化 可以吃一些山猪肉之类的 然后泡泡温泉也不错 偶尔放松 温泉对于身体非常的好 加上冬天将近 泡温泉是最适合不过的 而东浦温泉已有长久的历史 不但位于原住民的乡镇 品质也是一级棒 来这里观光除了泡温泉以外 也有在地文化特色 美食 人文风情可以体验 及特有的原乡部落可以参观 除了让台湾人了解以外 也欢迎外国民众前来参加 希望未来东浦温泉可以享誉国际 让每个来南投想要泡汤的民众 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东浦温泉 让南投县稳坐观光大县的美名 东浦温泉最赞 东浦温泉最赞 东浦温泉最赞